大家好,北宁特色慢屏,带你看最新的假面骑士资讯 假面骑士Eats首个预告公开之后 相关订单消息也随之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就目前来说道具方面是非常复杂多样的 还出现了很多全新的组合 就比如弓箭和盾牌,连锤加爪子,螺旋桨加钻头等 这里还包括忍者,怪兽,节奏等各种类型的道具 还有传奇骑士的代靠,这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而水牛使用的武器也可以确认了 并不是狼牙棒,而是僵尸电锯 难怪体型如此壮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 那就是不同的主题的道具 对于不同的骑士,估计忍者就是狸猫 节奏是三级猫女 而熊猫骑士就对应着怪兽了 他们的战斗主要还是围绕游戏中出现的一些道具展开 有竞争也有合作 其次就是假面骑士Gate装运的初期武器马的男枪 这也是最新公开的玩具订单 从玩法上来看也是非常有趣的 可玩性非常的高 因为这把枪拥有多种枪的性能 常规的短枪全出模式 还有就是莱夫枪模式和左轮模式 还有额外的发光机制 同时前方戴侠这一块的设计也很完美 可以装备上各种盖口道具 而且还会触发不同的能力 水枪就是这么变过来的 估计还有激光炮 贾克林这些机动效果 最后就是一次的腰带了 一共有十种玩法 后期可能还会增加 不同的道具激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基础形态就是通过转动都与变身而成的 摩托的力量则是通过转动车把 还有就是按压式的一些道具以及多种道具结架 并且还可以转动变身 这也是上半身和下身的切换转变 只要转动 又可以将力量转换 这样也可以形成不同的形态 而且不同道具的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让新骑士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 其实最有趣的还是这次新骑士的 RCF可动机软胶系列 竟然是可以完成变形的 就和贴加小宝一样 转风直接给整了各种形态 可以轻松转换的模式和玩法设计 可以自由地在湖里还有摩托车两种形态 通过把玩玩具来转化 而且这个玩具是可以随意拼装的 各种道具都可以实现联动 说实话这也是比较有趣的一点 目前就公开了一部分骑士 后续山羊 奇恶等新骑士的变身道具也会公开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